你做的黄焖鸡为什么不好吃呢 有可能你第一步就搞错了 干香菇用冷水泡发 一只鸡我怕不够吃 所以我准备了两只鸡腿 剁成块厚 千万不要焯水 好吃的秘诀就是加入两勺黄焖酱 抓拌均匀腌制10分钟 鸡肉下锅加姜片煸炒 煸炒出猪油 加土豆香菇和适量的清水 扣盖焖煮20分钟 最后放点不辣的辣椒 大火收汁 孩子吃饭没胃口 您一定要试一试这个黄焖鸡做法